难说再见 你的微笑一路在我眼前 本届冬奥会 中国队收获了 九金四银两桶 奖牌总数达到15位 金牌书和奖牌书 都是创下了历史新高 致敬每一位拼搏的冬奥健儿 虽然冬奥收官 但是中国队的拼搏 热爱坚持不会终结 不止胜负 未来可期 昨天晚上 我看着闭幕式 看着热搜 被张艺谋太懂了刷屏 张艺谋能作为首位 双奥总导演 太厉害了 把中国的传统文化 历史底蕴 全部都揉进了开闭幕式 从唯美到动人 这精彩背后的故事 更加感人 每一个环节 都历经无数次的调整和修改 这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 我们对冬奥不舍 而张艺谋导演 对冬奥的闭幕 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他说圣火其实没有熄灭 因为更多火种 已经化作雪花 半风入夜 飘散到每个人的心里 取声戈壁 切门灯火营 经销挥别后 一起向未来 说得真好 冬奥会圆满结束 感谢张艺谋导演 和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 志愿者们 辛苦了 再见了 北京冬奥 再见了 冰敦敦 让我们一起向未来